各位蓝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风和日丽 我再次带大家去我家附近的实体栏员 Orchidarium逛一逛 一走进来,首先因为我眼帘的还是非常夺人眼球的万代蓝 现在他们家的万代蓝都用这种带动的桃盆来种 这一颗玫瑰红的万代蓝非常耀眼 有两根花梗 然后旁边都是一些比较常见的颜色了 可惜这次没看到什么特别的万代蓝 好,接下来便是一些蝴蝶蓝了 蝴蝶蓝后面呢,还有一些大花卉蓝 这些应该都是没有名字的蝴蝶蓝 然后这边有紫香蓝 现在来给大花卉蓝一个特写吧 也是比较普通的大花卉蓝了 应该没有香味 接下来这边是一小片红色的蝴蝶蓝 颜色十分的喜庆 尤其是这种颜色 是不是可以叫做中国红 这里挂着一盆石蝴蓝 非常大 这边是更多的万代蓝 这是Sogo Lawrence 颜色很漂亮 我一直挺想买一颗 但它这里每一盆里面都有两颗 价钱比较贵 我只想要一颗 所以没有买 更多的大花卉蓝 这里有几颗十分美丽的 尊于秋海棠 我家里也有一颗 躲在大花卉蓝里面的这一颗 是鼎鼎有名的兜蓝 Lady Isabel 真的非常美 连我这种平时并不算 特别喜欢兜蓝的人 都觉得这一颗实在是美得 无与伦比 可惜它的价钱很贵 98瑞士法郎 我家里有一颗小苗 12欧元买的 不知道哪一年才会开花 这里有更多的Sogo Lawrence 近看的话 颜色真的很漂亮 夕阳的颜色 有一点点香味 这里有更多的万代蓝 然后接下来这一颗 大家能猜出来是什么吗 这是一颗处女蓝 我见过它的不少杂交种 但是它本身 我还是第一次看见 你看它的植株还蛮大的 花形非常的独特 颜色几乎是纯白色 只有纯瓣上有一点点斑点 这边又有一颗大型的 螺丝兜蓝杂交种 但是我觉得它不如Lady Isabel 那么漂亮 这颗紫色的万代蓝 还蛮好看的 有点像原生种的Cerulia 这两颗相对比较常见一些 很多网上的蓝源都有 这边又是一颗双花梗的万代蓝 对于在欧洲的蓝友来说 万代蓝是我们心中永远的痛 永远渴望拥有 永远养不好 接下来我们走进第二个房间 主要呢 也是一些普通的蝴蝶兰 可是呢 当这些蝴蝶兰跟热带植物混搭在一起 我觉得它们又变得别有风情了 背后有一些 气生植物 还有一些板直的兰花 这颗倒挂着的像是某种巨大的石壶 但我不确定 更多的蝴蝶兰 没有什么特别的 上面挂着的这些都是真奇蝴蝶兰 可惜呢 它们离得比较远 我没有办法看到它们的名字 这颗我觉得还蛮漂亮的 更多的粉色蝴蝶兰 这边一个桌子上呢 摆了另外一颗Lady Isabel 我真的是对它摆看不厌 真的是没有办法不喜欢它 给它来个特写吧 旁边呢是几颗真奇蝴蝶兰 这颗白色的还蛮少见的 这是Phalenopsis Natasha Auspies 蛮有名的 接下来这颗是Phalenopsis John Ming Ruby 红宝石 这边有更多的真奇蝴蝶兰 可惜我没有办法一一看它们的名字 这边是更多的杂交蝴蝶兰 这颗黄色的还蛮漂亮的 但是可惜没有香味 好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最后一个房间了 仍然有很多巨大的热带植物 哇 这颗还蛮漂亮的 花形圆润 花色浓重 花香也挺好闻 这边还有一根花梗 再接下来 这是Phalenopsis Buddha's Treasure 佛陀宝藏 我是第一次亲眼见到它的花 颜色很美 可惜也是没有香味 这颗杂交种也还蛮特别的 接下来也还是 这是普通的蝴蝶兰 这里有一颗紫香兰 这家主营的应该还是 大花的杂交蝴蝶兰 因为普通的老百姓 买这种蝴蝶兰还是买的最多的吧 有意思的是 这家的大花杂交蝴蝶兰 卖的并不一定比 真奇蝴蝶兰更便宜 它们的价格没有特别大的差别 有的时候反而是这种大花的 普通杂交蝴蝶兰更贵一些 我感觉它们定价的原则 并不是说一种兰花越稀有 它就越贵 而是说它占的空间越大 它就越贵 背后有一颗十分庞大的 石虎兰 我觉得普通的家庭 恐怕没有办法养这样的兰花 这个房间里面也 吊着一些 真奇蝴蝶兰 这是鼎鼎有名的 亚风先生 Phalenopsis 亚风色 颜色十分鲜艳 夺目 香味也十分的浓郁 我也有一颗 很推荐 接下来这是一颗 证明的真奇蝴蝶兰 但我不清楚它的名字 这里也挂着好几颗呢 但我觉得它的花 没有亚风先生那么有特点 这边挂着的是一些球篮 球篮贝拉 另外一颗真奇蝴蝶兰 另外一颗超巨大的石壶 应该是 接下来就是一些热带植物了 这里有几颗树兰 我本人对树兰不上感兴趣 这里又有两颗真奇蝴蝶兰 我真的非常喜欢 真奇蝴蝶兰的花梗 能长得这么长 我还是第一次看见 它们的颜色也非常亮丽 而且有香味 我真的是非常喜欢 这边是一颗 文心兰 Haiwara Red Bug 接下来 这一颗兰花 我以前在别人的视频里看过 但这是第一次亲眼目睹 只有根没有叶子的兰花 其实它们的花还蛮漂亮的 我觉得 但是我家绝对养不了这样的 因为它们一般是板直的 需要超级高的湿度 最后呢 我去了它们的玉苗大棚 这里面主要是一些没有开花的兰花 密密麻麻 根本看不到镜头 最后呢 我再给大家看一些静态的照片吧 那同时大家也不妨猜一猜 我这次最后到底买了哪一颗兰花回家呢 对 我只买了一颗而已 这一家兰园 无论从任何方面来说 真的都可以堪称完美 唯一不完美的是它们的价格 毕竟处在瑞士嘛 所以它的价格不可能很便宜的 所以呢 我每次来一般也就买个一两盆 最多不超过三盆 今天 我成功地抑制住了我的购物冲动 经过一番心理挣扎 最后只抱了一盆回家 到底是哪一盆呢 大花会来吗 不大可能 太大了 我家没有还原 这颗大红色的呢 不太符合我的审美 这一盆呢 我真的是非常喜欢它的颜色 这一盆颜色也很美 这一盆 我在手上抱了半个小时 但是 但最终被我抱得美人归的是这一盆 你猜对了吗 你猜对了吗 这一盆颜色 石 我把 并 ق